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重视的四重恩 第一父母恩 第二师长恩 或者是我们叫佛恩 因为佛陀也是我们的老师 第三就是国土恩 第四就是众生恩 好 我们请艾荣老师 大家吉祥 今天我想从李子佳离开国家队看四重恩里面的国家恩 我这个人很喜欢看运动赛事 只要时间允许又有直播 我一般上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面观看 今天就让我从李子佳离开国家队看四重恩里的国家恩 李子佳是谁 相信大多数马来西亚人都知道 李子佳是羽毛球球员 目前是世界排名地鼓 去年年底就传说 他将要离开国家队当飞 后来他真的辞职了 再后来他被竞赛两年 然后经过多方的斡旋 得到国家的祝福 让他如愿以偿地当个自由人 这件事情纳得沸沸扬扬 被认为很效忠马来西亚的前一哥拿都里中尾 接受采访的时候打个比喻说 国家以求总会就像一个在你13岁的时候 就照顾你养育你的父母 十年过后 你转个身告诉这个父母说 你要离开这个家 我的用意是提醒他 待人处事换位思考 如果他是这个父亲 或者是母亲 会做什么感想 这个是拿独理中尾的想法 然而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塞隆 他对这件事情的比喻是说 想象一下 你目前的工作正处于一个不开心 不满意的位置 你想要做出改变 你去向你的老板表达你的想法 告诉他你要辞职 换个地方工作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东方西方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别 而网民呢 则是一片谩骂 骂李子佳背叛国家 不效忠国家 李子佳表示 我认为不管是国家对 还是自由人 我还是穿着大马国旗的球衣 为大马争战 众说纷纭 谁对 谁错呢 我们该怎么样做 才算是一个爱国的人 那么我们就看看佛教 佛教徒 身为佛教徒 弗陀教我们怎么样爱国呢 佛陀提出四个点 第一呢 不漏国税 优婆社戒经里面有说到 不漏国税 就是不逃税 不漏税 纳税是为了造福社会 造福人群 是每一个人应该尽的义务 如果佛弟子不尽义务纳税 不仅犯法也犯戒 李子家在泰国公开赛多的冠军 奖金是两万七千美金 他得还税吗 第二 不犯国制 优婆舍《戒经》里面有说 以受戒的在家佛弟子 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如果犯了国家的制度或者是法规 不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且还要承受触犯相应的戒律之罪 我不知道李子家是不是佛教徒 但是请问有哪一个国际赛事 会允许违法的运动员参赛呢 第三 爱国 富国 在人亡富国波罗密多经里面 佛陀为波斯尼王等印度十六个国王 详细的讲说了护国的方法 比如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 比丘 比丘尼 幽婆舍 幽婆仪 等等所有的佛教徒 有责任 有义务 举行法会 诵读经典 奖金说法 赦灾供养等等的方法 参与护国救难的运动 第四 庄园国土 庄园国土呢 就是把国家建设成为 物质生活丰富 自然条件美好 政治清明 没有战争 文明富强 美丽庄园的乐园 李子家穿着有国旗的运动衣征战 让更多人看到马来西亚 这也是爱国庄园国土吧 一个人或许是普通百姓 或许是像李中伟 李子家这般的公众人士 或许是政治家等等 我们爱国的方法有差别 但是爱国的精神 爱国的心是一样的 我们都希望国家兴盛 繁荣 每个国民都能够安居乐业 所以李子家离开国家队 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依然是在报佛土恩 因此我们还是祝福他 也祝福马来西亚 65岁生日快乐 好 感谢爱荣老师 这个引经据典 这个越来越了不起 老师会把这些所有经典 都提出来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 优婆社戒经 这个我们很少去看 优婆社就是再加重 皈依之后受戒的 受五戒的一部经 再来就是讲的爱国护国的 那个人亡护国 波罗密多经 这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再请爱荣老师 在我们这个For You的平台 跟大家分享 那再听着刚才 爱荣老师讲这个 国家恩的时候 国土恩的时候 我这个很大的感触 想到了这个我们佛陀 真的是了不起 这个佛不是我们 就是放在大殿 拜的那尊佛 他其实就是活生生的 有血有肉 会笑会哭会闹 不会闹了 佛陀有自觉 那这个法华经呢 就是把这个法华经里面 好几品都讲到这个辟育品 这尤其是那个如来寿量品 我最最感动的 法华经里面的如来寿量品里面 他就把这个佛陀 活生生的一个人 一个大一王的那个角色 写得非常好 做得辟育 做得很好 但是同时 这个如来寿量品这边 他有另外一个隐喻 就是说 这个如来的寿命 或者是佛 世尊的寿命 其实是无限无限的 所以他就在如来寿量品里面呢 就用了这个一子欲 来做辟育 所以任何人读了这一品 任何人读了这个一子欲呢 都会非常的感恩 感恩我们认识了这一位老师 这位师长 所以在讲四重恩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这个 这个师长恩 我们为什么要报这个师长恩 为什么要报佛恩的原因 在这里 如来寿量品里面的一子欲 这个一就是 就是医生 大一王的意思 就是比喻如来 然后子呢 是比喻我们这些 信徒 这些佛教徒 这个不管你是 身文元诀 或者是大秤的 三秤的人 那这个故事很好 它是这个法华经里面 七个辟育中最后的一个 那师父呢 新云大师啊 他在这个法华经大义里面呢 就用很浅白的这个白话文呢 写了出来 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一子欲的内容讲的是什么 其实他这个一子欲就是说 佛陀他在这一瓶里面呢 他就设了很多的方便 用很多的方便法 主要就是要让我们 这些学大乘的人啊 能够这个 佛陀开的那个大乘的法药呢 我们能够快速的吃了 能够消除烦恼 不再有这个众生 太多烦恼的那个 那个那个问题所在 可是呢 这个这个大一王啊 他就化身是一个一个父亲 当他回家之后呢 他发现 哇 好多孩子怎么会生病了 为什么呢 有各种各样的病啊 有些呢 根本是 闭塞昏乱啊 精神错乱都有啊 所以这个父亲呢 回到家之后 马上呢 赶快开药 给这些孩子们吃 寻求最好的药 给这些孩子们吃 你看他这个屁育 就是说 我们这些佛教徒呢 我们这个认识了 大乘佛法之后啊 佛陀开的药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那个啊 这个啊 药师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 佛陀有很多很多的愿 这些愿望呢 就是希望我们这些 大乘的佛弟子们 能够接受佛陀的法 然后呢 开悟 这个心开意解 但是呢 这个好多的 这个中毒太深的 这孩子们呢 他又不相信 只好 佛陀开了什么药 他都不吃 这个作为 医生 又是巴巴的 这个人啊 这个太头痛了 结果呢 他就是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年事已经高了 他告诉这孩子们说 我已经活了不多 活不了多久的了 这些药呢 我留在家里面 你们可以慢慢的用 不用担心 慢慢的吃 所以呢 为什么佛陀 弘法 四十多年之后呢 会跟我们说拜拜 这个 无量寿量品 如来寿量品里面 他主要用这个 医子 来辟语给我们 吃到 可是呢 这个大医王啊 他又不放心 他又派人家回来 告诉这孩子们 你的父亲啊 已经不能够回来了 你们这些要 要好好的珍惜 所以现在 我们 叫的 这个 我们 我们 我们这个时候 还不至于入 进入末法时代的时候 见不到佛陀 但是呢 我们还是会 很精进的在学佛法 很精进的在读经典 很精进的在 深入经账 也是因为这个 如来寿量品 这个医子玉 感动了许多的 这个佛弟子 所以我们的医子呢 都是 很精进的学佛 就像今天 在佛幼平台 正在收听 这个节目的 你也一样 不要因为说 佛不在了 我们就把这些 佛留下来的佛法 忘记了 甚至呢 会 找这个旁门左道 师父常告诉我们啊 这个佛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这个佛陀 留下来的这些 大称的法药 很多时候呢 是要我们自己 觉悟 有这个 自觉的 这个心 去接受他 那当然呢 我们自己 受益之后 一定要分享 所以在佛幼的平台里面 我们为什么 有这么多的老师 很坚持的 每两周之后呢 就会 到线上来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佛法太好了 有佛法就有办法 这就是 心灵大师 一直提醒我们的 有佛法就有办法 所以为什么 我们会有这个 佛幼的平台 叫着 绕着金田跑啊 你绝对会 不会输在起跑点 好 今天的佛幼平台 时间到这里 绕着金田跑 赢在起跑点 金田时间到 千年出万年 说好自在 千年出万年 说多么自在 好 好 好 自在 自在 轻松听经典 生活好自在 好 哦 哦 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